从Kiki死了以后 我们家的猫还是继续在吃那个饲料 谈起爱貌病逝 邱小姐忍不住在记者会上哽咽 邱小姐率先揭露 猫小孩Kiki换饲料后 出现食欲下降 检测出低血甲 最后死亡后 有更多寺主也出面质疑 同款饲料有问题 猫容易软变 我们才去买这个牌子的饲料 然后换饲料之后 有发现它的喝水量增多 增多的幅度呢 大概是一天五六百毫 毛小孩出现实案危机 而且案例越来越多 除了有多位四主 找上国民党立委帮忙 绿营立委也召开记者会 呼吁农业部尽速展开调查 会中有受医直言 毛小孩低血甲症状 很大程度和某品牌饲料有关 为什么我们怀疑饲料 因为在短期之内 全台各地都有发生 这样子的病例是蛮大量的 第二个他们的共通性很强 症状很类似 而且都有一个很关键的 低血甲的状况 饲料到底有没有问题 引发四族恐慌 北市洞保处 22号已经约谈被点名的 宠物食品公司 并派人到场扣留同批产品 送交农业部指定机构 进行检验 检验后如果确认 含有病原微生物或有害宠物健康物质 依法可除5万至25万罚还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